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的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再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開箱片 開的就是眼前這些 Belazer的輝石扭蛋第一彈 話說終於見街了 其實之前日本早兩星期有 然後馬高斯報了很久 誰知報極都沒有 去到我最忙的日子 突然間香港就見街了 真是丟心口 不過先說一說 其實這次扭蛋一套有八款 而八款裏有兩款是隱藏版 隱藏版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超人Jack和七星盒的金色版 而且一部彈機裏只有兩顆 即是剛剛好 Jack和七星盒各自有一顆 所以定價在香港一定會貴到 神經病 因為你想想 一部彈機裏只有兩顆 你扭完之後 整部機就真是GG 所以來說 就會貴一些 前幾天我都有去旺角 或去信和現時點看過 我看到一套八款最便宜也要四百元 然後最貴就見到四九八 所以我覺得相差一點 始終太貴了 本身300日圓一抽 我當香港五算是十五元 但如果十算是三十元 始終要坐飛機才有匯率的價錢 所以我當三十元去扭都還可以 但始終覺得太貴了 因為本身隱藏版和普通版的音效 基本上一模一樣 所以只是金色的外貌是不同的 所以就差一點 而在街上看到一套六款 即是撇除了隱藏版的話 最便宜見過一百五十 最貴都是見過二百元 所以我今次只入了六款 因為隱藏版真的太貴了 看看日後如果我剛好在街上看到有扭蛋機 可能就扭幾扭 又或者我去開日本的時候看到有扭幾扭 到時真的中了隱藏版 才再開箱給大家看 今次只開六款 就是這樣 首先看一張彈子 其實以往的扭蛋機 現在都比較難 以前扭蛋機扭出來的彈子 其實都有收藏價值 彩色 展示給大家看有什麼款式 但現在新的幾年 都不止這幾年 這些扭蛋的彈子 真的要來都浪費 黑白色 然後圖案又沒有 簡單用字介紹有什麼款式 所以這張紙真的可以扭蛋 現在就看看有什麼款式 首先這個就是阿古魯 這個阿古魯有沒有寫明是誰 沒有寫明是什麼阿古魯 總之就是阿古魯 先打燈 不夠光 這個就是阿古魯 然後這個就是佳亞 今次有佳亞和阿古魯都是好事 而且最近佳亞有全身形態 真是可喜可賀 然後就先看這個 這個就是超人G Glade 用藍色 我不知道為什麼用藍色 變成這樣 這個黑畫的耳朵都很像G 然後這個就是牙刷超人 Ulodraman Zeus 你看到它很獨特的尖尖角頭 想不到一開波第一彈就牙刷超人 然後就是七星盒 七星盒你看到這個樣子 其實之前我開過這個特別版 就是周年紀念的七星盒的樣子 這邊就是超和風一些的剪影 這邊就是這次Belazer那種的剪影 所以兩個都很不同的感覺 然後這個就是超人Jack 其實看起來都很像這個初代超人 但對比起來都看起來是不同的 你就會看到這些線條會多了一條 所以是不同的 就是這樣了 稍後就試試玩了 再說一件事先 其實這次Belazer 雖然配率很差 就是隱藏版可能只有一顆 但是它的選款角度來說都不錯 因為以前你想想 例如超人Z 又或者 Torriga 不是啦 超人Z 超人Z 或者G-Daw以前的膠囊扭蛋 扭蛋 吃換 還有DX 是撞到應一應的 有一半款式是不想撞 但是這次扭蛋有個好處 就是全部都是沒有撞款 你想想 Jack 七星盒這些全部都沒有撞 所以入手來說都好一點 對買家來說溫柔一點 好啦 那真的現在開箱了 是恐懒的 是可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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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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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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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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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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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广? 迪嘉和嘉雅都覺得還好 就是這樣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現在這個頻道增設了會員劑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 歡迎大家課金加入做會員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